9月12日起 中天综合台 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寺 提出我们的写石油画展以及剪纸展开幕原版成功 海峡两岸写石油画展以及山东剪纸艺术交流展开幕 其中大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著名剪纸艺术家卢雪作品亮眼登场 可能我们传统上的剪纸会比较 比如说红双鞋啦 席雀登门啦 或者龙峰啦 对吗 你会看到这些 像这种大型的 比如说孔子啊 比如说这些旗袍 这些美女系列可能就没有 来台第三次的鲁雪带了精致剪纸作品 两位身穿旗袍的女子有荷花衬托 以澳大利贺本的罗马假期中造型创造西式人物 嘉宾文观欣赏的长卷轴来头也不小 分别是富春山居图和清明上河图 清秀字迹全是剪出来的 因为母亲会剪纸艺术 从小耳目染创作孔子行积图 整整花费八年时间创作 带出山东孔乡文化 在那边有孔子一生的足迹 孔子的论语 一般不论语是天下 所以把论语也做了一个遍 近百幅的油画作品 两岸画风各有不同 来自两岸的重要代表出席 艺术交流盛会 同时也相互取经 记者 翁起冰 陆兹语 台北 采访国道